製作人 Hello,F hombre 嗨!大家好我是 кру physiology 我是Aeline 精菲菱 我們來到五環食少女流浪區的第三集 我們來到一個現實非常知名 知道是現實人就知道的店 這是 旧姐矣炊彥 這個它之後它的招牌 非常的有歷史 看得出來吧 就是有點吊氣、木頭有點被腐蝕的感覺 那這就是它老字號的證明 它2007年開的到現在 2007 veya2020也是 十三年耶 對啊 十幾年了 我們就趕快進去看看吧 好 我們往裡面走 走 大家有看到這個像五元日弊的石頭嗎 這個石頭啊 其實就跟日文的玉圓公園 是一樣的意思喔 象徵著來到這裡接夏良園 還蠻有意涵的耶 超酷的吧 蠻酷的 你要不要頭從這裡出來 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到它上面的部分 那這邊有一個柴燒的罩爐 其實它有一個小典故 聽說老闆就是為了紀念 就是台灣人以前的刻骨耐勞 然後因為以前煮飯的時候就需要燒柴嘛 那柴就有煙 就會有鳥鳥一吹煙的感覺 所以就取名為 右鍵一吹煙 就是它的故事由來 算是為了紀念古時候人的生活方式 那其實它還是有在活動的 每年九月就是他們公年慶的時候 就會煮柴野蛋給來這邊的客人吃 不行 我們現在就是 玩了一點點 對啊 明年再來一次 好 想來的話可以就是九月份的時候來喔 真的 吃柴野蛋 好 走 那我們樓梯走上來呢 就會看到一個拖鞋的地方 路內就是要拖鞋 這邊有一個可以洗腳 那你洗完腳的時候呢 店家非常貼心 還有提供毛巾 然後你擦腳 超舒服的喔 那我們擦完之後呢 就可以進去囉 走 那我們一進來就可以看到 就是門口會有一個很可愛的 小壁爐嗎 還是地爐 這是 爐灶 爐灶嗎 對 爐灶 很像那個日本人就是鄉下的家裡會有 然後旁邊可以擦那個小魚乾 然後上面可以煮一點湯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 這個還可以拿起來夾 你看 對 就是把它夾起來 雖然它很重 它蠻可愛的 很像那種看日本古裝劇裡面會出現 會出現 很特別 那就往裡面看 走 好 那我們一進來我們的一樓 那可以看到有很多榻榻米 然後還有那種去做的椅墊 那就讓你直接坐在這裡 把它密切 真的是超級自私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要帶大家去一個 秘密通道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往一樓的戶外的通道 左邊這邊呢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包廂 就是假如來家庭聚餐的話 就可以預訂這種比較大的包廂這樣子 比較會有吃 嗯 沒錯 那我們繼續往前 好神秘的通道 裡面有柳暗花明又一次的感覺 當初就見了設計這個走道 就是想要讓人家在黑暗中 然後有個柳暗花明又一次 那感覺 很酷 這很像來到日本 真的真的很像 那其實這邊的外面有座位啊 那你可以把午茶或是下午茶拿出來飲用這樣子 有點欣賞風景 對 而且這邊有一個很飄的池 那我們二樓上去呢 就是看到非常精緻的布置喔 它的牆壁真的是超綠的耶 有點像在叢林裡面的感覺 嗯 真的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是在我們二樓 最好的檜木屋前面 它這個的話就是有點像是農場的 你剛剛說的那個古茶 嗯 讓客人可以這樣子看到它 會有一種大家在戶外吃飯的感覺 而且其實二樓的設計跟一樓就差不多 就是窗戶很明亮啊 然後也是榻榻米 日式座店那一種的 那你吃就是午餐或是下午茶 或是晚餐的時候 也可以欣賞外面的風景這樣子 我們後面這個檜木屋 它其實是一個包廂 那我們等一下會在裡面用餐給你們看 如果喜歡飲食一點的客人 也可以跟店家訂包廂這樣子 那其實二樓這邊最右邊有一個門打開 就可以往二樓的陽台看夕陽 好 如果我們今天要來吃的話 是我們又建議吹菸的下午茶餐點 哦哦哦 那它這一份餐點的價格是250元 然後還要加上10%的福 倍總是275 還滿划算的啦我覺得 而且它有副飲料 對 它有副飲料 我點點飲料是竹圓茶 它好像就是類似東方美人 就是它的茶葉會被那個蟲蟲咬過 哦 會有一個蜜香味 哦對 蜜香味 所以我的是主緣茶 然後我的話就是水果茶 就可以看得到它是由百香果去打雞皮的 那裡面有一些水果的 嗯 好豐盛的感覺 我的是桑聖汁 因為它下面有桑聖耶 對啊 超酷的 它整個果粒都在裡面喔 前面這個的話是店家招待 對 它超可愛的 你有看到嗎 上面有一個小葉子 正這樣給你們看裡面 它是羊柑橘花茶 你不要的話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那我們就趕快來試吃 先吃麻糬好了 這叫麻糬嗎 它不是說麻糬要先吃 對 沒錯 我喜歡起來了 它下面那個黑黑的是芝麻耶 你看 黑黑的 好香喔 超軟的 很Q 真的很Q 而且那個芝麻香 很香 它其實上面那層烤的脆脆 很酥啦 外脆 內軟 攪一攪有一個淡淡小米的香味 還滿不錯的 中間的話它就是火龍果 感覺就是新鮮的水果 那其實它這邊的下午才是那種 無菜蛋料理 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今天到底吃了什麼 給你一個驚喜的感覺 這火龍果滿甜的耶 是不是如果你有不吃什麼東西的話 可以跟店家說 然後它就可以 幫你客製這樣子 就是都是做貼心的客製服務 我覺得滿棒的 然後這台是重頭戲 那它今天的重頭戲是薄餅 這的話是煙燻火腿加起司跟生菜這樣 對 酷耶 我一口咬喔 它的薄餅裡面就是帶一點芝麻 那我們就吃吧 等一下 好好吃喔 超有聽到那個 脆脆的聲音 超有醬的那個耶 煙黃瓜 很香 可以出醬吧 雞蛋糠湯吧 可以出醬啊 好像也有煙黃瓜 像美乃滋喔 對啦 酸酸的美乃滋 有啊 它有那個 酸黃瓜 有啊 它有那個酸黃瓜 很豐富耶 很豐盛 那個餅廳也會有芝麻的味道 芝麻香 吃了會飽耶 有點像燒餅的感覺 嗯 就是一個蠻好吃的輕食小點這樣子 嗯 我先喝水果茶 好 它真的是料蠻多的耶 大概有四分之一都是那個果肉的感覺 酸酸甜甜的 就是好喝的水果茶 對 上面有芭樂啊 然後還有芭樂 它有芭樂喔 對 它有芭樂 好酷喔 好 那我來介紹一下我的國元茶 它很酷就是 我們有去Google它 可是卻找到它 可能是來就有建議成員茶喝得到的 那它的茶葉就是喝起來有點像東方美人茶的味道 就是有點像高山茶 它的那個圓不是也是 緣分的圓 然後上面加炒刺頭 這我剛才找不太到耶 也還是蠻厲害啦 對 這非常特別的一個名字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上勝汁 嗯 很香 我覺得它不會說到很酸 對 蠻甜的 有用糖 鹽過甜甜的 對 如何 就是一個放鬆人心的羊肝菊茶 可以解壓 舒壓 那以上就是我們試吃的 又建議吹菸的下午茶 嗯 還蠻推薦大家來這邊吃下午茶 那這邊餐點都可以拿到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戶外旁邊有個座位區 你可以拿去那邊吃 就是邊吃 然後邊欣賞外面的山景 還蠻不錯的 嗯 推薦給你們 那我們就繼續吃囉 好 拜拜 好 拜拜 那今天就是我們大家看到的又建議吹菸 你們覺得怎樣 我覺得還不錯 我也覺得還不錯 對 就是有這樣美麗的日本風景 就你真的感覺像來到了日本的感覺 有出國的感覺 因為現在我們就是疫情關係 所以都不能出國 不能出國就來這邊假裝是在日本嗎 真的 而且我覺得就是 他下午茶 這樣250塊加一層服務費 然後搭配這樣的風景 是覺得非常的划算加合理 真的 CP值很高 推薦大家來 而且其實這邊不只下午茶 然後還有午餐跟晚餐 那因為這邊午餐晚餐的醋可能就多 所以如果想要來吃看看 必須要打電話來 手刀預定 沒錯 我們也是有打電話來的喔 對 好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跟分享 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